文采的撰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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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第一次提升的 在民國時期 往早期的 宇宙文采的撰心瓶 是一個撰心瓶 這個撰心瓶 你不要忽视了一点 在明末时期的时候 它是属于一个精品 你看看它的功力 它是公共的 在底下一层 一层 两层 这个是一层 这个地方是一层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六层 七层 是七层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明末 这个往前三代的精品 它上面是皇帝 这个船只花园 这个景色都是四个本集的 包围的描绘 然后这个体系的是两个 是一个上 这个发射 五层 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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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它 你打开一下 底下一层 这上面是一个转型 再上面是一个感觉 这个体现了人物 或是其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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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造的这个 这个 这种数据是丁建的 然后 不过当时 或是其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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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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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 这个 是 这个 这个 的 这个 这个 是 这个 的 这个 是 的 是 的 的